赵成字幕 李宗盛 剑成字幕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黑殿的是黄色的黑色 在下腾里聽med過 紅的吹夢 海藕在彩虹中穿梭 呼吸著天空海角 红埋去梦的心 爱你心 红埋了梦的心 爱你心 如果爱是梦想 停泊的港口 我们牵手一起走到尽头 安洁还没回来 哥 安洁今天不会回来了吧 不会的 安洁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 咱们进去吧 安洁是不是再也不回来了 不会的 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安洁了 不会的 安洁这么喜欢小方 不会不回来见你的 别哭了 那你先进去吧 我在等你 行 安洁就先进去吧 你好 金城好点了吗 还喝着抹茶 喝回头 就是所有不开心的食物 都忘了 好 我画得多 我画得多 有此可以证明你的心里还是由我 平时你别看你不说 就是我老是酥巴巴的 但是你在关键的时候 难受的时候 不舒服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的 包括来找我呀 包括我 谁长脸啊 我主播车刚好开到洪洲去开门口 你刚好也看见了你 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东西 你敢说你 你刚刚抱我的 是你主动抱我的 对不对 我说了 我说借一下 借一下 对啊 这么说你不负责任了 什么啊 负什么责任 你当然你抱一下你 好好好 我会了 我现在心情也好 你会什么 你是不是狡气鬼啊 抱一下就可以 我心情也不好了 没问题 来 我也抱一下了 喂 姐 怎么了 怎么 没有没有 好 我先马上出去 不行 你干什么你 你跟我姐打电话 手伸出来 谢谢你啊 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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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艾 你姐夫回来都跟你说了 是我们挫败你了 不关小艾 你也是 你也是 这种事不跟咱妈说 连我也不说一声啊 姐 我也是昨天晚上 才刚刚知道 你想要如果要是 咱妈知道 她会让我继续追查下去吗 那妈不是也是担心你吗 昨天晚上我已经骂你姐夫了 怎么可以让你去做 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这你别怪姐夫 是我自己愿意了 我愿意这样的机会 去找到下海咱爸 真正的凶手 小艾 你确定 你确定 还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去面对小方一家人吗 嗯 在今天下午以前 我以为我可以 但是当我看到咱妈 认出小方她妈妈的一瞬间 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我现在不敢看到她们 也不敢听到她们的声音 甚至只要一想到她们 满脑子都是咱爸的样子 姐我跟你说实话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们 小艾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亲如一家的人 忽然间 就变成了仇人的家人 这换了事 谁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你不要勉强自己了 要是不能做就回家吧 姐 你给我一点时间 再坏的心情我也能消化 好 好 来 看见乔总监了吗 他刚才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可以啊 甩着 身材不漏啊 拿不了这么多 就一点一点的拿 不行啊 就这玩意还忙不过来呢 角色比赛彩排马上开始了 现在晚上排名怎么样 这次比赛可是群云会翠啊 现在的选手都不可小觑 尤其是我们乔总监亲自负责的那个蒙面天使 一直名列前茅 不过苏珊后来居上 各种宣扬各种曝光 看这样子她是势在必得 不过我可不看好她 她也不是我们乔总监喜欢的类型 多用太多了 快赶紧送过去吧 小缝 小缝 她在干什么 ·刚才那样子 和你都过去了 和你怀 которую打凑 你换了 你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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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疑 去看看呗 去吧 原来是这样 明白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安姐的爸爸是因为我爸才去世的 我不敢奢求他能原谅我爸 但是我必须向他道歉 我现在很想见到安姐 很想跟他和他的家人 真心地说一声对不起 可是现在 安姐恐怕再也不肯见我 天宇哥 你能帮帮我吗 没问题 他不会不见你 你先别哭 特别怕女儿哭 你能不能逐渐 这是小事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跟你见一眼 好吗 行不行 看什么都很好看 不 我没干什么呀 你离我那么近干什么 坐吧 怎么样 有消息吗 好消息 有多好 沈啊和韩晓芳决裂了 真的 不太可能吧 你是怎么做的啊 小案子了 我的能力还有怀疑吗 怎么了 爸 沈妮 我现在就让兄弟们给你挂海报了 现在就挂 等着吧 好 哥 难道您不想找到爸吗 想 我怎么不想 我做梦我都想 我也想 我特别想知道 这么多年他为什么一点联系都没有 就算他当时撞死了人害怕逃跑了 可是都这么久了 他私下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觉得这正常吗 你觉得 爸 还在这个世界上吗 会不会已经 不管他在不下 我都想找到他 我就想问问他 这么多年了 有没有想过咱们是怎么过来的 好了 方 不替他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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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话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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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水了 这回你干得不错 请一个咖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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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我一定会让这两个部门好好配合您 好 对了 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吧 好 那好啊 其实啊 我 我有一个全盘的计划 我打算从小方那儿护手 行 那就回去吧 走啊 什么时候把小方的事彻底解决了再来找我 回去吧 大夫 蘇蘇 你好 蘇蘇姑娘 快坐嘞 好 坐坐 我不会打扰你们说正事吧 没有没有 我们正在说中午吃饭的事吧 是啊 我刚才跟二叔说有一家素菜馆新开的很不错 好吧 今天中午就有我这个老头子做动 素菜你也参加 给天宇打个电话让他也来 天宇哥哥也来 好 你们这家庭去餐活餐餐不太好吧 要不这样 我请客 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呀 就听二叔的吧 嗯 那就不客气了 快给天宇哥哥打电话了吧 你听四周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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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吗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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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了 店 你去吧 我更不会回家 我真的约人了 我 我约的人已经到 我开酒站 别说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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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肯定不是巧合啊 专门来等你了 说吧 叫我什么事 怎么了 没事 小芳跟我说了 我们之间的事我全知道了 咱能不能换个话题 好的 他们家人不都给你倒过枪 对吧 再说一句话 好 好 他们家人不都给你倒过枪 其实有的时候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逃避 只能让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化 你懂得了 好 等我去看看海行不行 我想兜兜风 看吧 天宇哥 阿赛 阿也在 好的好的 我让他马上去啊 天宇哥 说约了安姐跟你在海边见面 让你马上过去吧 真的 好 慢点儿 怎么样 这么发现一下 是不是觉得特别舒服 感受一下大海的气息 然后再听一听大海的声音 你心里会瞬间哨 舒服很多 豁然开朗 好好吧 好 谢谢吗 我非常乐意笑了 快点儿 小天宇什么意思啊 好多 我不知道你不要仓谎我们的事情吗 我没有啊 我们之后在发生了什么 你根本就不明白 你听我说 能不能给人家一个解释的机会 给自己一个放下仇恨的机会 可以吗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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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 你别抓索了 我来 你别抓索了 好 姐 好 姐 姐 儿姐 对不起 儿姐 你不原来我是退的 我是创作你外配着人的女儿 你也敢恨我 可是我现在找不到她 我没法跟你一个旧的爱情 这就是天意啊 是天意让我遇到的女儿 是天意让我来承拨我父亲签下的债 是又夏天和他 我还能做你的姐妹 你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你敢不敢成熟一点 你下次能不能跟我一起跑 不见得跑得比我快 知不知道 你 Kontakt 晓芳 我说 希望晓芳跟安洁 能够赢得和解 勇哥 你说安姐要是再不原谅小高 小高想不开 做点什么傻事出来 那怎么办 你这个做哥哥的 能不能怕点好的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也是希望他俩好吗 你什么疯了 安姐你应该让我死 你不应该救我 安姐你应该让我死 你不应该救我 安姐如果你出事了 我第一个踏就陪你 安姐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去迷惑我 不得对你家江村的伤害 我不知道 你给我听好了 听好了 这件事情跟你们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都必须好好地复活了 你清楚了 小美 你会绝对不行 在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 小美 我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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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你 你 请你 我 请你 我 请你 你 请你 小先生 你的材料 我已经拿给 国际风投公司的人 看过了 呃 不过 风投公司的人 不愿意接受你的 抵押贷款申请 为什么 我这两块地皮那可是有生殖价值的 这个我知道 但是风投公司的人说呀 现在的房地产已经超过了他们设定的安全值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不接受这种形式的贷款了 我知道了 乔总 我必须得提醒你啊 下个月三号就得把第二笔款打过来了 如果到时候钱不到位 那我们前期的投入就全赔进去了 乃克 如果这个项目夭折了 你我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你记住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是绑在一起共渡难关 好 山哥 迈克什么意思 还能说什么 贷款拿不来 逼迫我们抽钱呗 他这是什么意思呀 他明明知道我们来钱的途径断了 眼下正是困难时期 所以我们才把两块币拿去给他去抵押 他贷款贷不来 反而还逼我们 你啊 我们和迈克之间本身就是个利 你还以为什么 来电话跟我许旧啊 是 是 山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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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麦克来做 无非就是想做得秘密一点 只可惜啊 这个下子实在是太没有能力了 不想的话 我们这快着点 把业务恢复起来 是啊 可是到现在 丁俊们那个电脑还是没给我弄过来 现在你还得抓紧 催催他 在这方面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只能在股票上想办法了 这倒是个法子 没办法的办法 丁俊那边啊 确实是有点吃力 要不要派一个人去帮帮他 有合适人选吗 现在最难的就是合适的人选 我那个儿子虽然不靠谱 但他身边还有几个可信的朋友 他现在在苏山那儿干得也不错 要不要派他去给丁俊打个下手 不 你儿子孝父就不要参与进来了 这个事啊 风险太大 为了善阁 为了洪州 我们什么都愿意做 玛丽啊 有你这句话 我心里就踏实了 你放心 事成之后 我不会亏待你们父子俩的 善阁 不许这么说 我们都应该做的 善阁 那那个股票的时间 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得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呀 来 阿姨 打扫卫生呢 马勇 你来了 来 你看你这孩子 来着玩怎么还带水果 你这破费了 你这客气什么呀 有什么贵重的东西 应该的 阿姨 晓风她是不是不在 在在在 在楼上呢 这丫头这几天忙着呀 那服装设计大赛 那个衣服呢 小方 马勇来了 小方 勇哥 阿姨 那我上去了啊 对 那你上去吧 二叔 您也知道 我们公司的股票增发 一直是交给 华丰证券公司处理的 这次增发的份额 比上次还要大 您突然说要独自处理 这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 难度会很大 不如我们还像以往那样 把它交给专业的 证券公司吧 李莎呀 我想告诉你 做这件事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想想 证券公司每年从我们这儿 转走的手续费 就有多少 这是要交给我做 这钱不给公司 就省下来看 你放心 我会做得很好 您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您想怎么做呢 撇开中间人 直接跟他们谈 你不知道吧 我认识很多的朋友 相当要钱 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投 这不正好 就把增发的股票 卖给他们 定向增发对人数 是有要求的 二叔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个我知道 人我已经选好了 那好吧 需要我派人过去帮您吗 不用 你看咱们洪州的业绩啊 一直非常好 相为我们股票的人 可还求之不得呢 所以你放心 一定会卖得很好的 好吧 辛苦您了二叔 你跟我还客气呢 咱是一家人吧 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吗 好 我马上让法务部 和财宽部的人 跟您汇报 好 好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还会不会回这个家 原来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 我说原来还真的有这样的事 小枫 我能不能问一句 你对父亲他叫什么名字 是这样的 我的朋友很多 同学也很多 如果我把这个消息给散出去 也许他们都知道你父亲的下落 真的吗 真的吗 勇哥 真的 那就太谢谢你了 我拜拜 真憨事 知道了 沈安一定要找到撞死他父亲的那个人 那这样一来 事情反而变得简单了 而且他父亲逃逸十三年之久 这么长的时间肯定是找不到了 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就像失联的航班一样 彻底消失了 天网会会说而不愣 只要有线索就一定会找到 行 先不说这个 现在不怀疑沈安有什么目的 对吧 他只是为了找到撞死他父亲的人而已 他不会对我们 包括红州有什么伤害 那如果他 真的有什么目的呢 你难道就不管你爸 不管红州集团了 如果我爸跟红州集团 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的话 他有没有个人目的 无所谓 错了吗 好 再说了 我相信他也会看在我的名字上 不会伤害我的 问世间情为何物 行啊 你又想说我见他 对 好 他是我的搭档 搭档 搭档 就是 最亲密的搭档吧 亲密搭档 终于找到这个词了 亲密搭档 我跟你说啊 二叔今天与我谈公司股票的事情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是吗 是吗 我们也应该理解他一下 一生为了公司 婚也没结 挺惨的 真的挺惨的 你说 如果你爸真结婚了 那还能有你吗 那还能有你吗 以后还能不能好好的晚上吗 真的不想跟你说话了 怎么了 你好啊 设计师 今天干什么 别这么看见我吧 要找你当然有好事了 你让开 来 我要是让开了 那天上这样馅儿点的事 可能轮不到你了 好 好 对了 咱妈呢 去菜市场买菜了 你怎么才过来 林哥 你猜我今天遇到谁了 谁呀 我不知道那发二代了 他有欺负你了啊 没有 还要跟我合作 合作 他那有什么正经事 别理他了 你不知道 他现在是苏珊的助理 专门负责 Cosplay秀比赛的事 就他 真的假的 你没想到吧 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那他 说找你合作什么事啊 还能有什么事 他们想让我把安杰换掉 把模特换成苏珊 这不是白日做梦了吧 我就绝对不会做 对不起安杰的事 那当然了 安姐对的安全这么好 不过哥 不过 不过 我觉得这事有点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 你看 咱们家刚跟安杰出了这事 他们就来挑唆我换人 对呀 巴掌是个巧合 也许吧 那个 你也知道啊 那小丫头骗子 没什么眼望 没什么眼望 到底他成为了 他 不同意 他不同意 不同意 你不是说小包和沈海已经决裂了 他现在没有模特了吗 没错 他现在就是没有模特了 那他还不同意 他 蘇珊也主动要给他当模特了 我还没觉得委屈呢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 对呀 他凭什么呀 所以说他 没眼光吗 你到底是怎么跟人谈的呀 你跟我学学 就是 正常的聊聊天嘛 说说 他 他 他说 他说那衣服是给沈安量身定做的 你这身材 要是穿上非把衣服撑破了不可 他还说 他说一遍 那是 他说的 川芳 交给你一个任务 来 把小方的服装图纸哪 我要做一套一模一样的穿给他看 而且 必须比沈安穿得好看 那 那您的意思是要把他的设计图给买过来 那 我们给多少钱合适啊 你钱多得烧的话 一分钱都不给 我不管 你自己想办法 你要是拿不来图纸 你也不愿意出现在我面前 快去啊 好 那我想想办法啊 我 你别想了 相信我 你爸爸这个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会真相大白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影响 我感觉 好像有个幕后推手 一直在推着整个事情拿着 好会说 我为什么会这么想 其实我知道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我妈妈认出了小枫男子 我在前一天晚上就知道了 怎么知道 有个人故意地 把一个信封运到了小枫家里 小枫帮她捡到之后就交给了我 信封里面的内容 就是纠缠了我们两家 这么多年的过往 本来是这样 所以你并没有把这件事情 告诉小枫他们 我先搞不清楚那人到底是谁 我也不知道她的目的到底是谁 就是 目的何在呢告诉你这些 她想干嘛想得到什么呢 我想来想去唯一有可能的 就是小枫的爸爸和他们有某种关系 他们想要令我找到小枫的爸爸 我觉得吧他们是看见你 住在了小枫他们家里 也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所以想把这个事告诉你 看看你的反应 这是我梦想的 住我这吧 你又来了 听我说如果你想 查这个查那个 想知道真相 没问题啊 首先你要保护好自己啊 怎么保护好自己呢 住在我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我有保护自己的呢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小枫他们家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能不能先照顾一下自己 给自己想一想 然后你再想别人 然后别人可不可以 交给警察来做 让警察该失业了 我姐夫也让我知道小枫家 姐夫 对 有你姐夫这么当警察的吗 我要是你姐夫的话 我一定建议你 去跟天宇住在一起 住在她那个房子里 更安全一些 她应该先顾及你的安全啊 所以我姐夫才是真正的警察 你跟她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如果出了事情 你告诉我怎么办 出了事找警察 来不及怎么办 怎么会来不及 打个120需要四秒钟的时间 你是不是忘记 我是警校毕业 他起点警校毕业的 有用吗 你连对方是谁 你都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谁 所以我必须要住在小枫家 我只有装作 什么事都不知道 我才有可能找到是谁 好 你赢了 你想住在哪儿 那是你的权利和自由 我不干涉你 想住我这儿 最好的那儿 我只是想说我这个地方 大半永远被你看 好 放我半天 对 小冬那个电脑 打开了 还没 但小冬刚才已经跟我讲了 是小冬找到卖他电脑的人 所以我想 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开你了 我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你说那个叫沈安的女孩 找到了撞死他父亲的人了 他只是知道了 他还没有找到 没事吧 吕叔 没事 没事 我来处理一下 吕叔老了我 跟了您一辈子了吧 真是重心肯肯 是啊 阿宇啊 你说那个女孩 她父亲是做什么的 警察 是 危险之业 那你就更加好好安慰安慰人家 这件事您可能还不知道 听起来更理解 像故事一样 有 沈安居住的那个房主 您不知道是谁吗 嗯 就是撞死他父亲的 那个人的家人 然后这个家里面 有一个小妹妹叫小方 她也是我这次选秀主推的 一个服装设计师 小方跟沈安两个人还是好疼呢 然后沈安还在帮小方 这次选秀助阵当妈了 这什么情况 是 我怎么听着像天王夜团 这 这我也才刚刚知道 像故事一样吧 嗯 搞不懂 搞不懂 好吧好吧 慢慢搞吧 唉 好了 我累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想我注意休息 那我去上公司 好 你去吧 你干嘛呢 怎么还挂我电话了 这不是过来了吗 你过来也不能挂我电话呀 对吗 小方那边怎么样了 没事吧 安姐就原谅她了 很开心 其实他们之间啊 发生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有一个神秘人 给沈安寄了一份资料 这资料呢 是沈安和沈 小方他们父辈之间的一个大秘密 插眼两个反复成仇 懂吗 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呢 干嘛呀吓我一跳 反应啊 我还以为你在那边电视剧呢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这是真事 我妈真事 你点反应也不知道 阿姨这个时候给我提出这个事 还真让我有点不安 会不会是 沈安用的计谋啊 这套像 三十六经中的反奸计 这么说 这个沈安 还真有点不简单哪 废话 那我们不能仰看着天羽上当啊 天羽太傻了 只能尽管欺骗了 那我们一定要让天羽明白 不 我是不想让阿玉知道的事太多 他根本没法面对这一切 也是 还是不让他知道 他 毕竟不是亲生的吗 你说什么呢 我最尊为听这句话 你儿子倒是亲生的 跟你能一条心吗 善哥 你看 咱们能跟他们一样吗 咱们可是 酒精考验的占有物 酒精考验的占有物 小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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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